梁峰有 小废话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谁叫好呀 我是变强的梁峰 上期小出生的视频 我让小伙伴把问题写在评论里 结果果不起的 我的裤子这么个个都人才 基本上问题都已经被回复了 说明想求是不是最后的方法 果然还在视频下面评论里搞呀 那么今天就起来看看 有什么奇怪的问题 关键提示 按不知回答不一定准确 仅逅参考 欢迎耽评论指振 如果你也有问题 请发到评论里 这里有上万的热心宅友 保住你 记得以前在华语卫视 看到一部动漫是骑自行车的 男主是红色的自行车 女主的自行车好像叫海王星吧 只记得这么多长 以前看来应该挺好看的 单车新人王 05年的动画 还有个音名叫韦托天侠 主要说的是男女主角 本来是和别人进行三地车比赛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遇到一股黑夜 之后重人就穿越了 然后有个人突然出现 告诉他们 如果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必须在这里进行比赛 获得十美黄金文章 别人成员都是为了打块约会 你们竟然用来狗三地车比赛 厉害厉害 我以前看了一个好看不火的 我现在想不起名字了 是治愈的 然后女主一开始是人类 后面因为父亲 然后变成了僵尸 散花里米 男主口味比较独特 喜欢僵尸 然后碰巧呢 就有一个名叫散花里米的僵尸娘 出现在面前 长得非常火看 这个妹子变成僵尸呢 确实是有她鬼父的原因 不过你们放心 这番大佛像还是纯爱的 有个番是讲一些人像象棋 而且象棋的棋子会变成三地的 你说这个应该是象棋王 当年在电视台上看过一点 不过没有认真去看剧情 感觉上对日期动画的模仿很严重 特别是那个棋子立顶话 总让我想起游戏王 看到你这个问题之后 我还就查了一下这动画 发现冬初居然在结局前被停过 理由是被举报找恋 我就想说你们这是要下棋的 有一对象不是很正常吗 两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动漫 就是女主家小叶 然后她杀怪了我 是非常的确信 名字忘记了 布拉的家或者布拉的C 因为没有剧情剧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到底是哪一部 不过女主主家小叶 只不过现实不一样 布拉的家的打斗相对而言比较出彩 之后出的布拉的C 体育版是为了剧场满意热 所以前期剧情比较平 到结局的时候才要省转折 同时也贡献了很多血腥剧F 男主看狮子机甲 狮子在水下面得到的是什么动画呀 小时候看的那时候 是在PPS上看的 我不行把历史记录刷刷就找不到了 狮子机甲水中打捞出来了 我记得是ZOIDS创世纪 索斯机械兽动画中的其中一部 男主机甲实在就是名叫春雨长崖式的机甲 不过印象中这部比较偏子宫一点 另外索斯机械兽历代都是狮子机甲做主角 所以我也不敢打包票说的是对的 如果都不是你可以再找找勇者王 虽然到了一部翻几年前看到的 好像是慢改 很血腥 讲的是男主和兽人女主打绝地求生 就记得是三主在小岛上撒 每一组一个兽人一个人类 名字什么都忘了 兽人女主好像是穿成甲还是艳鼠 这个牙手断娘嘛 你说的女主她不是穿甲也不是艳鼠 是动物界的一发披头疙瘩 动画是在剧情的战斗肉饭 当初看动画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女主来自中国 那一集剧情里还有不少日本人配音的数秒钟 你接触的这个是进阶的比方女主第三未来的腿 你接触的这个是进阶的比方女主第三未来的腿 啊 剪黑黑丝好评 我的手中紧握未来表情包的男主 这个女主是个比较脱性的眼镜娘神 有种田临沙 知名口头残 能用血变成武器 剪称姨妈刀 动画是金安里制作 秉称了一贯的高品质 后来还出了剧场版未来片 你要么选择不看 要看的话请掉吧 剧场面也看啊 南风这是什么动画 《地狱少女二龙》第十三画 这一画的案件说是小镇里发生了连续杀人事件啊 被害者都没啥关系 唯一有标志性的就是你结束里写的那个比较的姿势啊 简直是死亡啊 特别提醒 《地狱少女》系列都是比较治愈的 南风这个出自呢 在表情包里好久了 这个妹子是侵略物贼娘里的女主物贼娘 这张表情包出自TV动画第五画 二十分四十四秒左右 原版是推雪球啊 之后被赶成了滑稽 动画讲的是因为不满海洋被污染 物贼娘上岸准备侵入人类事件 却不小心轮落到孩子家打孤还在的故事啊 魅蒙日常动画一共有两季 来往这什么番 混沌武士 评分很高的冷门动画 是曾经做过猩猩牛仔的监督 杜边吸引狼的另一部动画 该作的同样也很有杜边本人的风格在里面 制作尖量配乐嘻哈风很浓 就连里面的角色也是不是来一种BBOX 考虑到杜边上季度做的卡罗尔兮家 也算是正儿八子原来一次音乐梦 老人 有一部动漫是讲两个大叔的 一个大叔不会说话 玩刀和黑帮有关 翻句名字英文 这是什么要求写的 大叔黑帮玩刀 这个我大族很多都知道 敢死他 中文一名黑街 玩刀那个叫尼古拉斯布朗 这番很好看啊 说是在黑帮统治的街道里 两个大叔经营着一家 接受各种委托的中立便利屋 动画制作公司 Mengalobi 和前面说的混沌武士 都是一个公司制作的 此外还有死亡代理人 盗子余哈金等等作品 都是比较小众的作品啊 所以因为商业成年不佳 这部黑街直接就在 还未完结的时候宣布倒闭 挺可惜的 凉凤 我想问问一部比较老的番 一群机器人踢足球 还会放进呢 具体忘记了 找到本家是那边走到 皇上有个小时候的梦 机器人踢足球 你就搜一下 看是不是疾风战士 里面踢足球的机器人 都是类似魔神英雄传 那种二头生的 每个机器人度过必杀技 所以比较符合你的配偵 老梁 我一个小时候看到的动画 并不知道叫啥 记得剧情就是房主要搬家了 然后叫柳只猫 搬家前天晚上猫 转进了一个破了仓的窗户 还是杀出来的地方时 不小心撞雨了 结果第二天走着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就发动车走了 那时猫想了 一直追着车跑 结果没追上 我印象中搬家的车上 还有猫宝宝困了 很多年不知道啥 你们知道吗 小辈流浪机 央置上播过的国产动画 故事主要就是 这只猫和母亲意外分开后 寻找新教育路上 遇到了各种事情 少数的 我最后没蹲到结局 试会也没来得及捕的动画 凉峰小时候看的一部动漫 可能是08年以前的 两男主打了一台穿业了 然后交上别个金像可以变身 可圣洞式一样是什么动漫 只会人生中看的 一部日本动漫 没看得看得很早 想找到回味一下 符合你描述的 你看看是不是这部 天空战绩 89年龙之子制作的动画 里面两男的 就是在日本舞蹈大会 被招控到天空界 其中一个人 被破坏之后控制成为反派 男主为了拯救机游和天空界 就和其他六个人 组成八部中开始冒险战斗 顺便科普一些没啥卵用的知识 就是这里面 八部中的名字 取自佛教中的天龙八部 也就是南念的经 前面出现的那八个人 打扰了 我也想翻句 不知道是不是翻 这个小伙伴可能也真不太好使 这个人叫狗神 初次动画迎新 你这张海豹里 不是原来的女者一样的 狗神高出现的时候 是男的 考歌配音 破坏式意状态下 忘记自己的性别 同时为了接见女主小厨 所以变成妹子 牛皮 木雕爆出蓝发女主CV超级豪华 等那番什么名字来着 超级喜欢 只记得女主和肉选的本子 也看过老范的线粉丝 而这个太简单了 完全没难度啊 神剔 08年的十月番 男主用来雕木雕的木头 来自于当地的一棵神树 这个蓝毛少女 就是神树的神明 恋爱喜剧 深入这种确实豪华 女主是给亚瑟娜配音的 胡春瑶 另外还有夏宇宏 走走没学 画脚香菜 就是今天都是个脑残 想问一个小时候 在少女频道播过的动画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动画风格也已经记不清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记婚 有一集是有关于石墨魔的 还有另一个片段 是主角团有一只蓝色的 马蜆生伙伴 主角团好像有个老爷爷 还有小男孩小女孩这样 马好像是稀有物种 实在是记不得了 只有这些了 十分抱歉 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青色肚马 主角是个小男孩 他定因为血童话 揭露黑暗国王的野性 而被抓走 小男孩也踏上了 解救父亲的道路 然后遇到你说 一人一马 开始了冒险 迄今也遇到不少生伙伴 作为首种知识的漫画作品 解决设计挺有声音的 然后我接着有部番 是男主开局进入个岛 然后有几枚炸弹 还有其他人互相用炸弹打架 每个人的炸弹内行不一样 炸死别人就可以用别人的炸弹 惊爆游戏 知名GIF图O派谈炸弹的出处 剧情安线的话 来说只有10机 排除过度慢热的部分 其实这番在剧情上还能可以的 虚异的部分 有生存紧张感 表现的还不错 想说一部动作 动画短片 主角是个熊猫 他投降了碗被人抢走了 然后他跟各种动物进行打斗 最后的波蛇是个机械龙 最后熊猫骑着自行车 顶着碗走了 你说熊猫 我想到的就是魔斗传奇 但这个动作短片 我就有点不太确定 如果不对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功夫熊猫 两分蛋糕求问一部动漫 男主是个大叔 还有个可爱的机器人妹子 男主是大叔 可爱的机器人妹子 我看一下评论区 阿拉雷吗 你看男主是大叔的机器人 又是妹子很可爱对不对 讲道理吧 有些题目不应该只有唯一姐 梁猫帮我找个小时候的饭 我记得好像是男主小时候 被他妈妈送去外婆家 然后遇到了什么鬼怪的故事 最记得的是有着黑猫沉进来 然后有些鬼魂的被看到 男主好像为一个鬼魂 去收集他外婆的眼泪 经历就这么多了 这个真的是童年阴影 使用梁猫帮找找 模仿阿摩 这动画我没看过 但据我看过的朋友跟我说 是台湾制作的一个闽南语动画电影 收集眼泪的这个特征 是个比较标志性的 你可以去看看对不对 男主角是一匹机甲白马 马蹄上绑着红领巾 额头上刻着一个叉 我印象很绅士 里面有个剧情是培养草里 里面培养着一个大妖怪 后来他失控了 于是放出了很多出手 杀了很多人 机甲的白马 额头有叉 那肯定是钢铁神兵 顺头是作者 车田证明的另一部作品 所以画风非常明显 特别是男主那个机甲 长得和天马座 声音特别像 小时候电影上有播过 原作结局比较悲剧 动画版好像是删掉这部分 请教一下是一部 偏子宫像的欧美饭 男主是薄头饭 家里是研究幽灵的 父母喜欢研究幽灵 然后男主不要已经触发了 灵界通道 变成了半幽灵半人类 然后就和朋友一起抓捕 逃出来的幽灵 这个欧美动画 看看是不是幻影丹宁 男主是在父母的实验室里 意外变成了半人半鬼的状态 动画片子供比较六指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设定上男主的人类神态 头发又很强 总共和三个妹子谈过恋爱 气臭 大神球翻名 其中一段是黑白色 有点灰暗 好像是在学校中 男主在天台 看见自己的姐姐跳下去自杀 然后他就觉得 他姐姐也想让她的也自杀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就大神发现翻名 这么治愈的剧情 印象中只有文学少女了 不过 跳楼的那个妹子 不是男主姐姐 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你记错了 如果没错 那就要请教各路大神了 另外 文学少女之番 还有一个知名梗 那就是 心眼 一定不懂吧 好了 愉快的早出的时间 又到了尾声了 说起来咱们这个演唱 做了好几期待 但是我都不知道 该给这个系列取啥名字好 总不能叫阅片无数吧 如果小伙伴们 有什么好的想法 也请留言告诉我 好了 如果还有想到出事的朋友 欢迎在本视频的 下方留下问题 那么 今天就是这样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